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五大叔 为您带来的多套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 2023年的利亚德大师赛 星辰队战9 Panis双方BO3第三场决胜局 我们来看看这场比赛 双方带来的表现 在前两场比赛当中 是分别吊打了对方一场 对吧 第三场这场比赛 先搬先选的一方是星辰 一手拿了拉比克 第二手是 看到对手拿的是 谜团加末日 没有选择去用美毒杀 而是选择下拿了一个大胜 有Panis这边继续拿末日 谜团加末日 这不会又是个大哥为末日吧 三四五手的搬身方面 星辰搬掉了 TB沉没术士和链接术士 三个英雄 嗯 嗯 搬掉了陈墨 是为了防对方的谜团加陈墨的这个组合 搬链金 搬链金的话 这个我现在没有想到是什么目的 搬TB的话 就是比较简单了 防一个对方大哥为拉米西斯的TB 那对方在第三手拿出来了一个大牛 把大牛给抢了 把大牛抢了的话 看看星辰在五号位准备拿谁呢 狮王现在是没有的 刚前版本比较流行的五号位 就是狮王和大牛这两个点 然后在其他的五号位的话 就比较随性了 各种乱七八糟的英雄就都有了 可能先拿了一个凤凰 凤凰也是现在比较常见的一个英雄 然后第四手拿的是火猫 星辰这样比赛在整个的一个阵容思路上面 应该就是大哥为了大胜了 现在还差一个三号位小学生的英雄 对方应该会在最后两手搬一个 搬掉 马尔斯是肯定要搬的 马尔斯是肯定要搬的 然后对于星辰来说 这场比赛应该就不存在拿美杜莎的可能性了 对方谜团加末日加大牛 美杜莎有点太弱了 应该不会去选 他说看看哪边的阵容 你得等他选完人呀 等他选完人才行 好 呃 uri 第四首Kyotaka的Tinker出来了 大胜打一号位吗 应该是 我感觉应该是大胜的一号位 因为从他们的阵容来讲的话 大胜打一是比较合理的 如果你拿大胜去打一个三号位 这样比赛又不具备去选择美毒杀的条件 就不太不太科学了 估计星辰要搬掉的是坚胜和小哪家 然后九帕大斯这边要搬掉的是马尔斯和 马尔斯和大屁股或者潮汐 马尔斯和潮汐 兽王 先搬了一手兽王 然后马尔斯肯定是要搬的 那至于星辰的话 他们选择搬掉坚胜之后 小哪家是值得一搬的 火猫也是 这个雪魔也是值得一搬的 从阵容来讲的话 这样比赛九帕大斯完全可以考虑去拿一个雪魔来打一 当然如果他们非要再继续用末日去打一的话 那也没什么办法 好吧 也没有什么办法 拉比克加沉默你见出现过吗 有啊拉比克加沉默有啊 而且见过很多次 不止一次 搬掉了虚空虚空剑胜 然后这边搬掉的是军团 那这样的话三号位的马尔斯掏出来呗 这场比赛马尔斯还是挺不错的一个人选的 门魔术日加拉比克这个组合不光是见过 而且见过很多次 当然了 咱们这个观众说的一点措都没有 一点输出都没有线上 然后对线期很容易就被打爆了 不光是对线期没有输出 他到了中期也没有输出 所以就是大哥位的补刀 大哥位的这个补输出的要求会非常的高 压力会比较大 精神才就够一手 我觉得这个不用想了吧 这阵容你不打马尔斯 或者潮汐 就这两个英雄二选一呗 潮汐这样比赛不太合适 马尔斯其实是个很好的选择 马尔斯又值得让对手的杜姆去给大招 然后同时他被对方杜姆大的影响 却反而没有那么巨大 潮汐的话就比较尴尬了 因为潮汐靠的是大招 他的大招通常情况下又不用来去打先手 而且潮汐现在版本的魔精和A杖 让他带来了一个在没有大招的时候 也有不错持续作战能力的这么一个特点 所以就比较值得被杜姆先手去打 当然你选潮汐 吸引对方杜姆大自己 给火猫和大胜两个人完美的发挥空间 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但是这场比赛其实对于星辰来说 他们要提防一件事 就是现在美独莎是还在的 你自己如果不选一个马尔斯出来的话 那对方要是拿个美独莎 这九潘大斯 你看你这马尔斯想了半天不还是马尔斯 你这肯定选马尔斯 不用想那么长时间 显得很没有自信 你知道吗 你就这个时候就果断选就完了 这个选马尔斯是必须的 他选潮汐这个东西 你只要选潮汐 九潘大斯就点一个美独莎出来 然后这个阵容就要突映了 星辰就直接认输就完了 肯定是选马尔斯 想那么半天 搞了那么半天还是选了个马尔斯 最后一场对方选了一个水人出来 安米西斯的水人 Kyotaka的新武将 Solo的大牛 Miro的三号位谜团 再加上一个四号位 四号位的末日 瘦的三号位呢 这场比赛一定三号位是选马尔斯的 这个是必须的 不用考虑什么其他的英雄了 什么瘦 什么潮汐 这些都没用 你这些英雄选出来 对面选一个美独莎 直接就认输就行了 直接认输 你选一个潮汐出来 全队没有一个人能打得动美独莎 美独莎往前一站 Tinker往侧面一站 你敢强冲Tinker 美独莎先射你一轮 大牛CT踩你一轮 然后末日大招在这瞄着 谜团还有一个大招在这等着 对吧 你要是选一个马尔斯出来 对方就不会去选这个美独莎了 那这样的话你打起来会好打很多 而且马尔斯因为他能开树 他那个大招的范围又足够大 还有自带控制 他去针对对手的Tinker也好 还是说利用自己的这个技能来去打后手也好 他至少这个英雄的价值是在这摆着的 对方要是顶着马尔斯硬拿美独莎 那就属于是摆给 所以这个马尔斯是一定的 他说这场比赛看好哪边的阵容 这场比赛两边的阵容误开 我对于这场比赛的阵容是5K我觉得 预定一个七星推荐 七星推荐这个很难 七星推荐好像在我的视频里边只出现过一次 还是还是还是几次 这边一开始呢是表示声音有些问题 一上面 NH1 这是大招流 九份大仙这个阵容 他是一个伟大招流 你千万不要被他的这个阵容所迷惑 它这个阵容不是个大招流阵容 他的大招实际上是给他的这些英雄小技能 做锦上添花用的 就是谜团这场比赛 全程从头到尾不放大 这场比赛都可以正常打 他不是一个大招流阵容 茶队这个阵容也不是大招流阵容 茶队这个阵容其实更加贴近是一个 能不能顶得住对方大招的这个阵容 他们自己这个阵容其实值钱的大招就马尔斯一个 大胜的那个大招不用太当回事 他在游戏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面 这个技能都是一个阵地战用来去划分分割战场用的 哪场是七星我不记得了 你可以在我的那个频道里面搜呀 有观众说是两次 18年一次19年一次 有观众指出的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准确 茶队这个阵容推荐能力有点弱 就是打完团战以后不好拆塔 感谢若公老板的随行杯 永圈小鸭和米花糖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支持 马尔斯 马尔斯为啥克制美杜莎 马尔斯的大招挡弹道 美杜莎射不过去 明神这样比赛的这个阵容 他其实比较强调的是火猫的表现 火猫的这个切入很关键 因为整个阵容来说的话 打起来很有可能是火猫在远离自己队友的位置 因为队友跟不上嘛 所以肯定是他是远离队友的一个位置的 因为他要去干扰对方的后排 不能够让对方后排轻易的放出技能来 团战的时候如果这个火猫 其实这场比赛火猫的魔精挺好使的 火猫的魔精他扔出去因为有伤害嘛 你可以扔在那个地方有伤害 如果开团的地形比较好的话 对方的跳刀很难用出来 这里抢服还是被solo的大牛给抢到了 马尔斯这个长毛其实已经盯得非常漂亮了 但是solo的大牛跑过来以后手还是快一些 谢谢SP大佬的好多个粉丝端灯牌 谢谢老板支持 他说这辆比赛的胜负点在哪里 这辆比赛的胜负点可太多了 这样比赛的胜负点太多了 这个不是一个两个 所以我说这辆比赛的这个阵容看起来 就更像是一个无开的阵容 优劣是非常非常非常均等的这么一个状态 一个激光反补漂亮 火猫这个英雄他的无影权 虽然从机制上来看的话 跟那个尖胜的无敌斩有那么一点点的类似 但是无敌斩毕竟是一个高贵的大招 对吧 他是个高贵的大招 他跟你这种小技能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 你像脚械啊智芒啊之类的这些效果 对于尖胜的无敌斩是没有影响的 这场比赛因为有一个拉比克 所以谜团那个点还算是有解决方案 但是对方呢不只有谜团 对方还有一个杜姆 还有大牛的CTE 再加上听克和水仁 水仁这场比赛我估吗 这比较大的可能性应该是变这个大胜和火猫 变这两个人多一点 变大胜的话可以上树 可以赶路 然后可以去利用大棒子提供一个控制 然后如果是变对方的火猫的话呢 相当于是多一个TC 然后以及一个火盾 这些都是比较有用的技能 上路这波打了一套 打了一套的话 大牛克回头克大药 现在下路的大胜补刀正反补 全掌第一 这个也算是正常吧 毕竟大胜嘛 那拉比克在旁边补 一般来说 拉比克的保人能力是比较弱的一个辅助位 但是好在这场比赛 对方的这个4号位更弱一些 对方4号位抽末日 末日这边过来吃一个野怪 然后身上现在带的是个抽蓝怪啊 抽蓝怪这个技能是非常好的 末日前期最爽的就是这个抽蓝怪的技能 它主要是因为这个破碍事 它有个光环 这破碍事它有一个回蓝光环 这个回蓝光环对于末日来说 那是真的爽 水日在上路目前的补刀是比较崩盘的 因为打不过 大牛这块前期 他去欺负别人还行 凤凰他欺负不了 凤凰就是看你这边把魂收回去了 你过来了吧 我烧你一下 烧你一下 然后我A你一下我就跑 A你一下我就跑 然后你又追不上我 非让我了 你抬手只能在那原地做一个非常缓慢的体操 你就打不出来 下路末日 就被对方的大圣打出来了一个三层的debuff 然后再一下要出了赶紧往回跑 不过好消息是这样米赛的旧潘纳斯好消息是因为前期吃到了一个抽蓝怪 这个对于末日来说非常爽 可以不停的去抽这个大圣 不让他放技能 大圣的蓝一旦被抽光了以后他挺讨厌的 因为有的时候他是需要用这个大棒子来把自己的被动层数补足 但是现在他就补不出来了 现在老是看着对方三层的debuff然后在那野馋 中路听个人火猫的一个对线的话 现在算是打了一个正常的正常的结果吧 有机会拿一个人头吗 Solo这个血线非常低 看看雪儿开始转属上来A了几下 不过这个雪儿现在也是真打不过啊 是真打不动这两个人 主刀也是用变体攻击去补的 主要是攻击力太低了现在 灰狼光环可以给队友也享受 队友那边也很爽 大牛这块还差两个品牌 应该是一个长毛钉回来 有机会反杀吗 大牛这老拳还是拿到了一个人头 大牛这块绕一圈 在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就有点尴尬了 马尔斯正好是绕不过去 看眼睛呢开了点塔房 这个应该是火猫放了什么技能吧 看这个意思 而下路带兵线在冲塔的时候开的 好像不像是下路 不像是下路 之后凤凰过来了 这个末日在原地左右绕了好几圈 这样的话被大圣打出来被动以后呢 大圣没拿到人头 卡实乎的凤凰拿到人头 追过来以后再追一下对手的谜团 大圣手里边这个蓝是真的着急 就是没有大棒子被对方吸的很难受 现在大圣的补刀26-6 跟对手中单的拼盒差不多 然后马尔斯里边的是23-3 火猫22-7 水人22-6 23-6 这边给上一个激光 然后一张TP 飞走 能回去吗 回去了 很极限 给了一个激光 让对方A不到自己 然后及时的一张TP回到了家里边 卡了一个Tinker到6之前 完成了对Tinker的这波压制 没有让他到6的话 Tinker又是TP回家的 再回到线上 火猫的 土刀和等级就应该追上来了 一团之后给上一发增火 然后再加一个手榴弹 地球的这个血线有点略低啊 墨士还在追 看下人能杀吗 感觉这个地方有点难 还差一下 还差一下 拼掉了 师傅这个地方又拿到了对手的人头 大牛被大圣在追 这个大圣跳起来 没砸到 大牛还在接着跑 大宝剑往上跟 莫奈这个时候再继续跟的话 就没什么意思了 因为塔下的兵线已经来了 Solo这里把兵线收回来 手榴弹给上去 这个时候他打算是强行拼掉卡师傅 大圣卡位 这里还差一老拳 跟上去直接A死 Solo被对方打出来了 被动以后这里一棒子再往上跟 然后这个时候上树 往下走 大牛这块一脚踩 没踩出来 可以 莫奈的大圣这里又拿到了对手 一人头 不过推了一整拨兵线呀 一整拨兵线没有吃到 上部这块是一个毛 再加入还能流 但是伤害不够 没有能够击杀掉拉米西斯的水 拉米西斯这边把血线 保持的是比较高的一个状态 这样开局打了7分钟 人都是3比3 双方的团队经济呢 差距很小 目前经济第一和第二 都是九拍那子 中单和上路的水人 水人开局的时候补刀并不好 这段时间已经是赶超上来了 这个老拳 大牛的这个老拳是真的猛 看到这波火猫跟上来 拉比特也过来了 手楼弹先给上 手里还有一个橘 橘一下这个人头 让给苏苗 漂亮 大牛这块有CT 没有踩到 没有踩到 火猫崩过来 那么下一个捆的话 捆CD准算好 捆住 拉比特网 跟上路化能流 五印拳 nice 松掉直接完成 一波双杀 这样的话 经济瞬间反超到了 全场第一 大胜的经济 现在稍微有点低 但是 差的不多啊 但上面这几个人 差的并不多 所以还可以接受 有点几个人 看球这块原地踩一脚 没踩出来 这边选择是下回家对手 然后跑 末日现在只有四节 火猫现在蓝不多了 火猫的蓝不多了 Tinker在远处给上一发导弹 但是寸妙目前很结实 身上还有一个吸收盾 还有一个吸收盾 这里藏在树林里面 刷一下自己的技能 跳刀已经有了 看一下有没有人能打断这个TP呢 应该是没有 应该是没有 星辰这段时间的节奏 打得还可以啊 虽然团队经纪 对方一直在努力的刷 但是星辰自己的节奏保持的不错 马尔斯选择罪 也是做了一个允星锤啊 这辆比赛 上路开局的队线压力不大 没有去做先锋盾之类的装备 没人给Tinker吞饮啊 这辆比赛目前来看是没有的 这辆比赛可能是因为 伺候也是个末日啊 末日这个囤也稍微有点难囤 给火猫囤一下 然后吃一个也怪了 那辆比特过来 入海能流 再一个无印拳 nice 苏妙的火猫很顺的话 这场比赛是一个 对于这场比赛而言 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消息 因为他真的很需要 这个火猫很飞 而且他才能够去搅和动对方的后排 走路的这个大牛 这边火猫在接着追 再给一个平A 一个无印拳 漂亮 再拿一个人头 Tinker这辆比赛的发育空间 已经是完完全全的被压缩没了 京城知道不能放任对手的 这个Tinker刷钱啊 所以给到的压力 还是比较足的 现在星辰已经把全团队的经济 反超了1000家了 对于星辰而言 这场比赛 只要努力压制住对手的Tinker 然后保持火猫的无解肥节奏 这场比赛就会打得比较舒服 虽然大哥为了大胜这个英雄 受限的点比较多吧 但是只要火猫肥也可以 这边PC运气不错 正好捆到对手 火猫肥收一个魂 这块看一下 再崩一个魂 大牛CT踩住 谜团拉大 能不能凶下来呢 好像不行 火猫节奏被断 这块拉比哥应该是偷到了 对手谜团的大招 偷到了 但是他没有拦去放 这波火猫被对手拉住了以后 完成了一个击杀 谜团拿到了 很大很大很大的一个人头 让谜团的经济一下是反超到了全场的第一位 而且水人的经济 目前保持的仍然是相当的不错 大胜有一段时间一直在跟着打架 所以他刷的没有对方水人快 感觉杀了这么多经济拉不开 经济拉不开是正常的 因为星辰的这种进攻 他是以牺牲大量的经济为代价的 毕竟从机动性上的角度来讲 你很难和对手的 很难和对手这几个人去相比 好 谜团这个大招被拖倒的大招 直接用来拉住了这个Tinker 哦 大流力到CT Tinker第一时间没有死 但是应该跑不掉 Nice 直接带走 皮球这块又偷了一个对方的凋零 把这个凋零放出来 自己还是被击杀掉了 看一看水人在追 速度上还剩了一点点的血 拉比西斯伤害不够 这波火猫没死很关键 对方Tinker节奏被断 火猫没死 火猫的经济还是能够追得上对手 留一个魂 然后直接TP回家补一下状态 继续给到对手压之力 Tinker的经济目前被打的只有4300块钱 非常非常的惨 但是这个压制 对手谜团做了个点金手 等人是做了一个吸血面具 然后一直在无脑的去刷野 谜团出了个点金手 现在经济非常的肥 末日手里也攥着一个大招 谜团的大招还有一分钟 过来蹲这个Tinker来了 他们还蹲这个Tinker来了 看出来对手这一跳刀 大招给上去 这里开胶土 往前跟 大牛这里一块一个魂 这个魂一脚踩 躲开 可以 这块肚子跳刀 第一波没有能够去击杀掉火猫 很关键 散心臣这一波能够去把火猫保下来很重要 凤王身上出到了一个风胀 直接出了一把风胀 用这个风胀来帮着去留对方的Tinker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这里马尔斯 过来以后直接一个长矛 配合凤王的风胀 击杀到对方的谜团 谜团直接白给 看看水人 这时候忍不了了 水人赶到战场 一个举 举下来 大牛这一招CT好像也没踩出来 杜姆在边上待着 马尔斯大招 框路两个人 漂亮 水人被秒 马尔斯大招 加上长矛 加允星锤 对方的大牛直接被烫死 而且苏妙又带走 对方一个末日 完成三杀 无影权回来以后 直接传走 Tinker这一波 只能是回去控一个智慧神符了 14分钟回去 控了一下自己的智慧神符 这样星辰这一波团战 打了一个完美的灵魂4 完美的灵魂4 星辰只要保持住这个节奏 这样比赛现在优势很大 小帕尔斯感觉上一场比赛 这个阵容啊 上一场比赛的阵容 把自己给玩崩了 这场比赛目前 Tinker的经济 是完全崩盘的一个状态 本人的第一次正式参团呢 什么都没拿着 然后直接白给 接下来就是看大胜这个点 什么都能起来了 皮球刚才偷到的一个波浪形态 可是太厉害了 波浪形态这个技能伤害很高 它是一个伤害很高 加位移的这么一个技能 而且是一个AOE伤害 大胜出的装备是夹腿点筋 然后做按灭 用点筋手来补经济 然后选择去出抗战 看看Tinker 哦 这个地方凤枉飞过来 但是Tinker发现一个凤枉飞以后 提前选择了一个跳刀 没有让对方抓住机会 来把自己吹起来 这个吹起来就又没了 看下这个隐形锤砸下来 能不能砸到水人 没有砸到有点可惜 这个要是运气好一点 正好砸到水人都有意思 看看这里 拉比克的这种 马尔斯一个装 一个长矛 但是已经开启了转属 所以这波星辰没有继续打 还是相当冷静的呀 看到对方开了转属就不打了 感谢Ride大佬的前方高能 谢谢老板 感谢老板支持 感谢JLS普通道老板的灯牌 感谢感谢老板的前方功能啊 摸摸摸大 这把马尔斯给上一个长矛 一个哆 留住solo的大牛 这里拉比克给上一个橘 看下苏美亚过来 一个命拳 人都叫卡士夫的大宝剑拿到的 人和谜团两个人的经济 仍然是增长的非常的快啊 对于听个儿的压制 目前来看做的还是相当的高位 不过团队经济拉开的速度并不快 就潘大斯这场比赛 坚持这个 对刷的节奏 坚持的还是可以的 因为为了扫描 没有扫到这个迷团 有点可惜 这波二扫到的话 能杀一次这个迷团 迷团在找地方点金 视野方面来看的话 目前九潘大斯的视野 主要是在这个下路的野区 下路的一个对方优势野区 精神领先3000家的团队经济 十个人头 那从发育来看的话 十个人头3000经济 意味着你的发育情况是差不多的 主要的精神差来自于这个人头差距 还有就是防御塔的差距 这波上路二塔拔掉4000家 那次星辰要继续来逼一下高地 逼一下高地 把对方的人给他逼回来 逼对方回房 然后自己这边 其他的人去占对方小吃街 和优势路野区的一个经济优势 对方经济野区的便宜 但是这段时间 Tinker并没有被继续压制 他已经开始找到地方能刷钱了 而且现在九潘大斯 似乎是找到了 这场比赛刷钱的一个节奏 大圣第一个装备 出完了 应该是暗灭已经出完了 看一下在运的这个装备 果然暗灭已经出来了 这玩意味着被对方打出来一个被动 打出来被动以后 火猫过来 马尔斯一成猫 火猫TC 大圣接着给输出 这个人头要让吗 这个人头要别让了 别让了别让了 其实还是给苏妙拿到 可以 差一点点 感觉这波这个人头 其实现在已经可以开始不用让了 不用刻意再让了 迷团的经济比较好啊 跳刀完了以后再做BKB 然后准备去出威势净甲 领先优势不大 团队经济领先优势 现在确实不大 大圣有输出了 大圣现在有暗灭了的话 大圣的输出就还可以 末日身上是吃了一个冰甲怪 这个是个好东西 冰甲这个技能除了释放起来 比较麻烦之外 这个技术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预计 精神把对方在游戏中期压制到这个程度 然后比赛的节奏进入到一个对刷的话 对于精神而言是优势 精神打这种对刷局还是相当有经验的 而且九潘大斯的后期处理 哦 马尔西这个大招给上了 那么对方的末日是跑掉了 然后再扔回来可以 拉比克这个技能给的不错 火猫进来以后直接带走 然后凤凰变弹 陨星锤掩护 提前要陨星锤掩护 那么使势波浪形态往回撤 火猫还能再继续往前追吗 啊火猫这个TC失误了 TC失误了 他这个替云替出去 先原地塞了一下 然后才无影拳替出去 第一下放无影拳的时候点远了 这个是标准的点远了 鼠标稍微往他的技能 施法极限稍微多了一丁点 点了以后 这个人带往前走 然后直接NC 这个不是紧张了 这个对于火猫使用者来说 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 精神会遇到的情况吧 你只要火猫玩的够多 这种情况肯定难免会遇到 因为你玩的越多 你越熟练 你越追求极限距离 你去放这个技能 然后就越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这个属于是正常 如果这个人们唯一只好的 你 Rex诶 你怎么能看到 真的 那你怎么可以 跟基本上 我也能想看 你说 你怎么不可以 这种情况 最后 没聪明 本 我 fid 这个版本TINGER有个大削弱不能刷新跳走了 从CD三秒改成了禁用三秒 对 这个是这个版本跳刀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打了个盾经济差反而更小了 这个正常 因为一般来说如果对方并不打算跟你拍这个肉杉团的话 你这个阵容打盾速度慢 对方可以同时去清好几路的兵线和野区 这个肉杉给的经济是补不回来的 这个在比赛里面也是一个正常情况 而且还挺常见 BGM突然那么激昂应该是有出bug了 出bug了暂时应该不会接触 我们先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没办法 只能随便点一个 就只能让他先 就只能点一下预来 然后让他 试着能不能让他转回到正常的这个情况 换个音乐包也没用 比赛进行过程当中不能换音乐包 那这个Tinker Tinker在刷跳刀 这个地方要中技能了吗 没有 大圣还在追 那边一个导弹 再加上一个跳刀 然后再又会躲 莫拉一波能追上他吗 好像追不上了 这波是真追不上了 Tinker的Tinker 现在经济是10,190多块 这是否脾气真好 好多弹幕都好 有人还是解答 这个解说要做的事情 不就是这个事情吗 都是内行 都是职业选手 谁听你说呀 对吧 郭德纲老师说的一句话吗 对吧 郭德纲老师说的一句话吗 你挣这个钱 他台下要做的都是 你去听戏 你去唱戏 台下做的都是梅兰芳 你这玩意儿 你说给谁听啊 对吧 你唱给谁听啊 这个很正常 很正常 星辰这个对刷的方法吧 这个对刷的情况 其实 整体来说 问题不算太大 最大的问题在于 他们在对刷的过程当中 有关是说 这场比赛 星辰的这个推进速度 有点慢 其实不是他推进速度慢 是他阵容 就不擅长推进 他不是个推进的阵容 知道吧 为什么别的音乐都不让我预览呢 别的音乐都不让我预览 这是为什么呢 现在就是别暴毙就行 现在怕的是一波团暴毙 因为现在对方的输出装其实起来了 马尔斯这边BKB开起来 水人BKB开起来 马尔斯的这个大招 基本上算是浪费了 基本上算浪费了 大牛这边CT掩护了一下自己 但是这个水人的BKB 基本上用掉了 听根一直没有回来 听根还在上路带线 火猫去抓这个听根了 火猫去抓这个听根了 看看能不能抓得到 能不能抓得到 这个听根 这个听根 火猫这边给一个T 火猫再往回 风魂 但是没找到 再飞一个魂 还是没找到 这里也捆住 看看队友的支援 听根那边第一波技能 刷了以后呢 再给自己刷了一个防御几阵 但是跑不掉 马尔斯跟过来 这块风筝给他吹起来 马尔斯手里有长矛 盯住 nice 这一波 两边都有自己的 小算盘 两边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但最终还是 星辰技高一筹 还是星辰技高一筹 一人又回来了 回来就回来吧 没办法 这个没办法 英雄澎湃怎么没了 因为英雄澎湃刚才是试听 他这个BGMbug的问题 仍然是修复不了 他胜这段时间的经济增长来 是非常快的 我们看一看 现在3000家的一个团队经济 对方的听根复活之后呢 两边又进入到了一个对刷 节奏 星辰这场比赛 最大的问题是 他的阵容带盾 也没法直接上高 他不是说我刷够了钱以后 带盾可以直接强行上高的 没有这个能力 看看火猫 这里也往过中一个魂 现在看这个魂的意思 应该是有魔精了 突然 有魔精以后 他的这个魂扔过来以后 他会烫着你 在这不停的烫着 看看 末日跳过来 大招给到了凤凰身上 听根开始给技能 跳刀躲掉了长矛 这样的话 凤凰应该是要被直接秒了 感觉 大胜这一棒子敲上去 带走对方的杜某 谜团大招拉住了马尔斯 还剩一丝下 这个迷扰 迷扰这边换掉了 击杀的对手以后呢 被虹猫一个污影拳 直接收掉 水人在风光输出的过程当中 大胜一个TP 直接回到了家里边 那么这波正面团的话 整体是星辰算五五开吧 这个局面算五五开 马尔斯为什么在出撒旦 因为这个比赛 接着往后拖的话 马尔斯可能需要去 考虑一下正面输出 但其实还是应该出羊刀 羊刀里还是应该要做羊刀的 或者刷新 你要是说不想做这个羊刀的话 你就做刷新 宝石呢 看一下 宝石呢 宝石呢 宝石现在在啤酒身上 末日买活 但是末日是个辅助 所以对于对方的整体团队经济来说 这一个末日的买活影响不会说特别的巨大 现在听着的经济正在网上追 看一下如果秒掉大牛可以 而且火猫暂时没有什么危险 对方的人离得比较远 杜姆的大招CD还没有转好 作为一个辅助为杜姆目前手里挑刀BKB 下一个装备做引刀 没有玲珑心 没有刷新 没有一帐 这个杜姆能够形成的威胁 主要就是对于点目标 火猫身上的下一个装备要做的是羊刀 现在的主要的问题是大胜 大胜目前兵眼 暗秘也BKB 下一个装备做否决挂使 败者组BO3决胜绝 打的局面比较拖沓一些 也算是正常情况 完全没理解 老叔这个经济杀是因为天灾刷子多吗 这个经济是因为一方面是因为刷子多 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星辰他们给不到对手足够大的压力啊 他给不到对手足够大的压力 而且因为对方有一个听个一直在远端带线 他给不到这个压力就没办法 这个配乐音量我直接给他关了吧 这个要不然这个配乐音量实在是太呆了 我们就直接听游戏音效吧 听游戏音效还有解说的声音吧 听他卡的听克尔现在手里面是BKB 虚灵刀冰甲 然后加一个跳刀 下一个装备准备做的是林肯 这大概的听克尔也确实是个绝活啊 这个东西应该很多人都有耳闻啊 有耳闻或者见过 也说自己唱 也不是不行 也不是不行 师傅别念了 唱得非常好 下次别唱了 那不行 你们这不能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 他说的音准很好啊 你看人家这观众多会跑啊 我跟你说 这样的观众给我来一万啊 我跟你讲 嗯 现在双方的一个团队经济差基本上是平的 那水人的经济全场第一 然后火猫和大圣两个人并列 但是听克尔的等级很高 听克尔现在已经22级了 再刷一会儿的话 这个听克尔要是25级了 不知道他打算加哪个 我估计应该是加抖刃飞弹的悬晕 热导飞弹的这个悬晕 加激光伤害的话 一般是出A杖的 就是出A杖的这个听克尔会选择去出 加右侧的这个天赋 来增加一点自己激光的伤害 但是这场比赛肉眼可见的 这个听克尔放激光的次数 可能不是特别多 我看不下去 我开始想骂人了 这场比赛就是 就是局面打成这样的 很正常的 星辰的这个阵容 他的推进能力比较差 然后对方又在不停的去带线 避战 然后到处的去牵制 再加上对方这个阵容 谜团摸着听克尔大牛的 手高能力过于变态 所以星辰一直想在外面去抓人 这个事情是没有错的 就是星辰这样比赛的 这个是没有错的 哦这边跳刀BKB直接TP 也是也也也算是果断好吧 这也算是果断 被冰龙冰箱的人导热飞弹会 热导飞弹会不会追踪不到 从逻辑上来说的话 你说的这个问题 他还真有可能 我们拥有最真实的物理引擎 这个真的 这个我觉得大家真的不要去吐槽星辰不上高啊 他们就怕那次人骑的情况下 你别说你这个经济不领先 你就是领先一万经济 你这个团战高地都保上 对方这个阵容就得特点 这块镇加眼插出来 大圣的位置 听个儿兵甲 然后开始往前开视野 利用兵甲再开视野 右边往右下走 没有 他选择是走到了这个 呃兵线的上方 哎大圣这个位置 大圣这个位置被从树上打下来了 打下来了 直接被一个凋零开树了 这个时候大牛给上一个大招 再加上一枪CT 开BKB 顶一下 听个儿已经撤到了一个很远很远的位置 正面这场马尔斯 大招定住了对方的神牛 拉米其斯的水人 开启一个BKB 然后出来 变成火猫 捆住了火猫 弥团过来给上一番增物 然后看一下苏妙的那个火猫 又被增物定了一手 听个儿开启BKB 然后在人圈里面一个激光带走大圣 再跳过来 那么卡师傅这个位置 被对方拿兵甲直接给盯住 然后听个儿这种没有蓝了 撤回去 但是火猫被对方的鼻团和水人两个人 直接跟上带走 超越神的杀戮被终结 这场比赛火猫超神的杀戮啊 1175块钱给到了水人 648给到了猪攻 那个输出完全不带一个亮节 大圣这波团战因为第一时间过来的时候 他跳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被对方发现了 我给大家回放一下 估计可能好多人没看见大圣 从树上掉下来这一点 我当时是看见这个大圣上来了 你知道吗 他走到这儿都是正好 谜团在这儿 转身就是一个凋零开速 大圣从树上掉下来的这个动作 我去 Kyotaka这个地方不当人了 堵在对面的泉水门口在这儿杀 堵在泉水门口直接带走了皮球 小学生 下路高地高破 下路高地高破 被对手拆光了 下路高地拆完了 中路和上路的二法还在 刚才关键问题在于大圣最头疼的一件事 就是他的这个上树这个事吧 如果他每次上完树以后 他那个跳树的技能CD不转完 他是不能自己直接下的 他必须要等到那个跳树的技能CD转好 才能跳下一个树 或者从树上走下来 要么就直接用乾坤这个 乾坤 那个叫什么来着 乾坤之月这个技能直接跳下来 就是不攒 马上跳 这样也是可以的 但是刚才他跳过来的一个位置 正好对方迷团转头一个开树 而且大圣从树上掉下来的这个悬晕 是无视技能免疫的 哪怕就是说你看见对方的人了 然后你意识到对方要开树了 你说我开BKB 你开着BKB从树上掉下来 你还是会晕 这个是一个 就这个技能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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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厌的一件事情 听个儿是最后一首选 听个儿是第四首选 听个儿是第四首选 水人是最后一首选 不摸精也喜欢 一棒子就下来了 这个阵容 听个儿的阵容 他比较苦手的 就是他这个人比赛 有些比赛我们说一个阵容可能是缺控制 有的阵容可能是缺输出 这场比赛星辰的这个阵容 他就是缺这种推进拆塔的能力 而正巧赶上 九潘大四是一个首塔首高能力极佳的一个阵容 这星辰一直在谋求一个压制对手的听客 然后在野外去打这个决胜团 但是拖到 刚才的这一波 如果啊 咱们就是假设一下 大圣如果不是第一时间从树上被打下来的话 其实刚才那一波团战 大家能够看得出来 就是星辰不是没有机会 星辰是有机会的 如果你大圣没死的话 那你是有机会的 火猫一直活到最后一刻 拼掉了对手那么多的东西 吃了对方那么多的技能 对方甚至听个儿还回过一次 加这个团战对方才勉强打赢 但是因为自己这边一上来 先被击杀掉了一个 经济本方并列第一的点 确实有点没办法 而且对方击杀你这个大圣的两条命 并没有交掉过多的技能 看看这里 火猫绷一个魂过来 然后摸着 再接着往回跑 使在下面这个地方 一个扫描是扫到 对方在下路这个位置有人了 停个儿又开始 到处给技能 这个扬刀 跳过来一个导弹 然后再跳 杜姆大招给到了凤凰 过来先强杀凤凰 那么停个儿这里被火猫盯上了 徐灵刀徐灵更加自己 然后PKP开起来 再刷一下技能 一个跳刀开溜 然后一个传送阵 马尔斯在另外一侧 被对方留住 这里大牛给上一条CTE 给了一个大招定住 那么停个儿没回去 停个儿被留住了 被摸在这边直接给帮死了 停个儿被帮死很关键 看一下凤凰买活以后 这一波如果正面打起来的话 应该是九番特斯的优势 因为现在谜团的大招还没有放 而且停个儿摆活 可以传队友 但是马尔斯摆活 他是传不了队友的 他这个人手里边 不可能有大飞鞋 这么奢华的道具 他上手里的装备 现在是冰眼暗灭 否决水晶剑 加上一个暗灭 BKB 看看大圣下来 找谜团 谜团BKB 拉住两个三个人 拉比克被秒 另外两个双大哥 也被对方干了个爽 那么水人 这边被凤凰砸下来以后 砸晕 马尔斯想接控 但是这个BKB迟迟不结束 在分身开起来 卡师傅直接被A死了 火炮选到了百活 但是马尔斯顶不住了 正面没人了 停个儿这个地方 开始无限刷羊 无限刷羊 这里再刷一个羊 然后再一个激光 五人团灭 GG 没有百活 五人团灭 那没办法了 这场比赛 打到最后 确实是记不如人 确实记不如人 好吧 那么这场比赛结束 今天的直播和录制 也都到这里告一段 我感谢观众 各位观众大佬的 收看和支持 咱们今天的比赛 就直播和解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咱们后面的比赛键 那么今天后面 还有一轮比赛 还有一轮比赛 但是太晚了 现在已经凌晨一点了 那个比赛播完 可能又要奔着五点去了 好了 谢谢大家 咱们今天结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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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